火锅店内不断传来尖叫声 所有人赶紧往店外逃命 最有怕遭到波及 多名年轻壮汉 手拿棍棒还有西瓜刀闯了进来 本来在用餐的妈妈 紧抱小孩举着往店门口抽 唱面惊险 小朋友吓到放声大哭 超过神秘扼煞到店内追砍完被害人 就急着落跑 冲出火锅店搭车逃逸 离开前还疑似对控铭枪 店内两名男子脸部及手掌 鲜血直流撒坏众人 店员来回奔跑 金芒拿布给男子压着止血 地上留下一大片血迹 场面触目惊心 然后往里面冲 然后后面跟着八九名的那个年轻人 拿着刀子跟棍子冲进去 所以砍了两个人 进来就开始砍 开始杀了 就是他们砍人的地方 全部都是家庭 警方获报出动快打部队赶底现场拉起封锁线 店家也在第一时间把铁门拉下 事发就在新北市新庄民安西路的火锅店 二十五号晚上八点多 两名被害人火锅吃到一半到外头抽烟 却突然来了四辆车 十几名扼煞冲向被害人追进火锅店 一阵乱砍两人身中夺刀 目前还不知道正确的一个纠纷的原因是什么 目前都还在调查当中 警方初步调查 双方先前就有纠纷 正在以车追人 两名被害人被送往亚东医院救治 还好都没有大碍 只是周末用餐时间 不少老人小孩都在店内 全都受到警吓 TVBS新闻附近华里国政苏佩与SNG小组 新北市采访报道